前段时间广东持续大暴雨,来看看番茄和辣椒们咋样了。 上半部分看着还行,没怎么受到暴雨的影响,这是特意为下半部分的惨状做铺垫的。 下半部分就很惨了,已经转色的番茄全部都烂掉了,好惨啊,全都烂了,还散发一股恶臭。 潮湿高温的环境下,被暴雨打坏表皮的番茄很快就开始腐烂了,相比之下小番茄要好一点,只是雨水过多后枝条开始乱长,等天晴了掰一下测枝就好了。 小米辣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长势极佳,该开花开花,该结果结果,看来辣椒还是比较抗烙的。 小米达不必然拿下来喔! 小米达不是真的,最有点稳达的名字的这个情况下,还要给你掛拥? 小米达不是弹性的地方,在地下来的地方上去被忽然重想浪导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